大雄不在静香身边 可静香身边却一直有熊哥的传说 当面更衣也就算了 这近距离日光玉又是何种福利 蓝天大海大别墅 才大气粗的小夫决定组团团建 但不带大雄 护肤宝静香上线 说什么都要跟夫君共进退 旅游不带女生怎么行 大雄成功混到了船票 兴奋地回到家 就开始火急火燎地打包行李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要出意外了 第二天大雄体温狂飙到40度 就算自己都快煮熟了 大雄也想去跟媳妇鸳鸯戏水 小夫正面也得到了大雄高烧不能去的消息 决定拍足视频气到大雄哭 这时蓝胖子迈着小端腿赶来 拿出替身点是A 让静香随身带着 把他当成大雄好有个念想 大雄正面稍是退了 可依然腰酸背痛腿抽筋 但大雄满脑子都是静香 要是如神的蓝胖子拿出了替身点是B 让大雄试着戴上这个 大雄套在头上 瞬间斗转星移 出现在了静香手中 大雄激动的就是R的一嗓子 静香还以为是太思念夫君 产生了幻听 小伙伴们决定下海游玩 静香手捧大雄进了更衣间 让大雄正对自己 也不拉窗帘就开拖 看到大雄那叫一个春风拂面 蓝胖子一听 一脉也要上去看看未来嫂子 大雄还算意志坚定 紧闭了双眼 就算来到沙滩 静香还带着替身电视 小伙一击好球 让胖虎成了倒栽葱 胖虎以球还球 也送了小伙一波倒栽葱 静香正在享受日光浴 这近距离观看的福利 让大雄不能自拔 窝居气也前来碍事 气得大雄就是一波隔空吹气 此时 胡夫二人互换静香了 这给大雄失望的 小伙伴们开心地玩着沙滩排球 静香忽然发现了一个漂亮的贝壳 谁知小伙把球一扔 直接把大雄打倒 只能看蓝天白云了 蓝胖子即使按下按钮 电视竟然成精了 变成了大雄的分身 大雄一个翻身 开始活动筋骨 这灵活度和速度 简直就不是大雄本雄 大雄冲向大海 一个猛子 本以为是长华丽的变身 却没想到是怒沉大海 给蓝胖子都整无语了 大哥你本体还在房间里呢 按下按钮 大雄瞬间变了个人 拥有啥的说会就会 再也没有小伙伴嘲笑我了 看着充满奇幻的海底世界 大雄也不客气 还收服了头座棋 此时另外三人正在比赛游泳 眼看媳妇落后 大雄就是一波电动小马达 给虎夫二人都看傻了 小夫又拿出自家游艇 要比赛钓大鱼 可虎夫二人的成果 却是个海胆 还是竞相厉害 一发入魂 但这都是大雄的功劳 蓝胖子也想看看大家 可这两米宽的巨头 终究承重不下这瘦小的电视机 玩完了的小夫还不忘拿出作业 胖虎可不会让学渣独自进步 说着就要高歌一曲 电视前的大雄都吓懵了 蓝胖子一听 胖虎这是要扼杀小伙伴啊 这时 正好胖虎老妈路过 而胖虎已经挑好设备开唱了 歌声美妙的 让困城都为之动容 可突然老妈一声怒吼 胖虎以为自己幻听了 却看到替身电视低头走来 一抬头 吓得胖虎原地飞升 胖虎妈的战斗力可不简单 就算身体不在五大三粗 那也能把胖虎教育得服服帖帖 明明是新儿子 为什么胖虎妈不支持儿子的兴趣爱好呢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如果颜值可以随便调整 小伙伴们最想变成哪个明星呢 大雄放学回到家 一开门 此人是谁 就大雄制智商 认为这一定是爸妈的朋友 直接放走了此人 跟爸妈确认 还真无此人 当然名字什么的 大雄也没问 那长相总至于记得吧 大雄当然记得 此人长着两只眼睛一张嘴 一个鼻子两只耳 这长相形容的老妈都不仅吐槽 也不知道这孩子智商随了谁 为了让大雄可以在爸妈面前重拾信心 蓝胖子拿出脸孔交换机 二话不说就给大雄套张相圈 然后拿出以达照片 让大雄从中长出相似的 可哪里有人长得一模一样啊 这就是大雄不懂了 分解不就可以了吗 比如静香的眼睛 胖虎的鼻子 再配上小腹的嘴 一阵脸部按摩后 静虎肤就诞生了 蓝胖子又一顿操作 艳鼠球又上线了 玩够了就用重制功能 把大雄变回原样 这下大雄总算明白原理了 摆好照片 大雄先选好了鼻子 然后是嘴 接着是脸的轮廓 再配上眉毛和发型 蓝胖子记下所有位置的编号 再输入到机器就可以了 首先从鼻子开始 然后是嘴 眼睛和眉毛 最后是发型和脸型 一个阎王就诞生了 大雄来到爸妈面前 都给爸妈看呆了 我家经营可没这么差 在蓝胖子疯狂暗示下 爸妈才相信了 这个大叔就是大雄 可就算把大雄的脸盯出花了 也在记忆中查无此人 这下大雄懵了 自相颜值完全是徒劳无功啊 两人决定上街去碰碰运气 可这颜值 大雄是真心有压力 果不其然 出门就遇暴击 远远看到媳妇 可媳妇上前跟蓝胖子 打了个招呼 直接无视了大雄 转身走了 还好媳妇没看到这张脸 否则要助孤生了呀 一转头又遇到虎夫二人 小夫都懵了 月儿机器人 咋还招呼起大叔呢 刚走几步又遇到警察 这来的刚刚好 大雄迫不及待 就上前询问 是否见过这张脸 警察左看右看 还真就似曾相识 好像刚刚还在警局门口见过 这下看到了希望 到两人走后 警察终于想起来了 此人正是传说中的江阳大道 这下大雄慌了慌了 他慌了 可警察已经杀到 一阵霹雳啪了后 蓝胖子凭借体重优势 帮大雄成功逃脱 眼看警察打不过就喊支援 蓝胖子慌了 转头就跑 大雄还在暗处观察敌情 却突然蹦出个小弟 喊他大哥 拉着大雄 就要去藏身之所 蓝胖子来到空地 正好碰到从水地管里 钻出来的那张熟悉的脸 举起机器就要变回原样 一听可以免费整容 此人露出真身 蓝胖子撞到枪眼上了 机器也被抢走了 另一面的大雄 眼看就要被小弟 塞进藏身之所 大阿道拿着机器回来了 看着同时有俩阎王 小弟都懵了 可阎王的沙发果断 大阿雄却没有 大阿道两人摆好机器 就要用棍子逼供使用方法 大阿雄这小身板哪扛得住 还没下手就都招了 趁着两人决定颜值时 大阿雄就想逃 可大阿雄你见过犯人的真面孔 就别想活着走出这扇门 就在这时警察赶到 本因为获救了 可翻转来的太快 大阿雄直接被抓走 只怪这年头 大阿道就学会了易容术 还有蓝胖子及时赶到 带走了大雄 要去抓大道 大阿道赶紧带上项圈 小弟一顿操作猛如虎 等大阿雄两人赶到时 大阿道的颜值 已经终于放进博物馆了 那么小伙伴们觉得 哆啦A梦里谁的颜值最高呢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她是在动漫界活了30年的男主 却因为佩戴发卡 变成了孤身走暗巷的女孩 不仅靠蒙直成为班虫 还找到了守护她一生的男人 这天大雄找到胖虎玩摔跤 上来就被山沙大逼抖 虽然小多拉在场外 给她开了鼓舞光环 可胖虎还是一记投射 把大雄当狮子甩了出去 本以为输一场就能走人 起料小夫不讲武德 突然汗跳要跟大雄玩车轮战 还嘲笑她弱的比妹子还妹子 并亲切地送了她爷鼻子的妹子称号 正常人听到这种嘲讽 都会撸起袖子直接开干 然而大雄却觉得他们说得相当在理 毕竟自己这种微弱的性格 就应该是个女儿身 此话一出 小多拉不仅没纠正她的取向问题 还主动拿出了 可以变身成妹子的变身发布 虽然这变身特效相当辣眼镜 但大雄还是决定要当个妹子 大雄刚变完身 老妈就推门而入 完全没有看出大雄有哪里不同 这下大雄彻底放飞自我 要把妹子当到底 只可惜她穿着短裙盘腿做 春光无限让老妈不忍之事 就连我这个变态看了都觉得变态 第二天 大雄拿着发姑走出家门 决定在学校当一天妹子 但她不知道的是 胖虎早在教室门上 设置了奇门盾甲 要把大雄砸成妙龄男师 可当大雄中招后 虎夫二人整个人都惊呆了 因为再怎么顽皮 也不能对女生下手 顿时 他俩被打上了渣男的标签 而大雄也凭这波 自伤成功晋升为团宠 一招简单的煽然泪下 就击中了胖虎的心疤 让他有了怦然心动的感觉 于是胖虎二话不说 跪地认错 只为让自己的单向奔赴 可以变成互相吸引 在看到大雄露出笑容后 胖虎整个人都麻了 不仅主动化身肌肉 猛男展现体力 还在大雄找不到课本时 把小夫的借给他 让小夫无输可用 甚至就连体育课上的躲避球 胖虎也站着不动 任由大雄疯狂对脸杀 目睹这一切的小哆拉 主动找到大雄 希望他别玩火自焚 但大雄知道胖虎 已被自己完全拿捏 毕竟被砸脸不还手 估计也只能是遇到了女妖精 你以为这就完了 更刺激的还在后头吗 清扫时 大雄拿胖虎当店角时 虎哥竟没一句怨言 就连大雄站得太高 摔倒不慎砸翻水桶 在老师前来责备时 胖虎也主动站出来 背了这口黑锅 这男有力报表的行为 别说妹子了 估计大雄都有被感动到 而胖虎的这波暗恋行为 丝毫没逃过小夫的火眼金金 作为高质量男配 他拉着胖虎来到大雄家门口 而胖虎也用最凶的表情 命令小多拉转交信件给大雄 这种求人办事 还动用武力手段的方法 把小多拉吓得心惊肉跳 而信件内容上书三个大字 和边界 在小多拉百分百表情还原后 大雄回想起今天所有的真骨 断定这是一封猛男约架 你妖精的挑战书 本以为摘掉发姑就会了事 但那样就会被当成男生教训 估计会被拳拳暴击 大雄顿时整队人都不好了 与此同时 胖虎摘着花瓣 用神学来分析两人是否互相青睐 就等到了大雄的前来 小福很有眼力剑地锁住小多拉 让大雄单独赴约 看着胖虎一副杀人的表情 小多拉连忙掏出急救箱 准备战后抢救 奇料胖虎竟说起了情话 宝 我昨天输业了 输的都是想你的业 看着胖虎一嘴攻击 要跟大雄硬碰硬 大雄也只能从了这个汉子 却没注意到发姑松动 那么问题来了 大雄今天会断几条腿吗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同为猫科动物 猫咪绝对干不过老虎 可当老虎变成胖虎时 占据上风的可就不一定是谁了 陆木匠送给小福的大飞机 让小福吹牛得有了底气 可他就算给谁玩 也不会让大雄碰一下 大雄那就要一个羡慕嫉妒恨 可膀胱一扫 发现狗子竟然成精了 莫不是狗子要把自己当午餐肉吧 吓得大雄嗷的一嗓子撒鸭子往家跑 本以为逃回家了就安全了 可狗子如影随形 还给了蓝胖子一个包裹 取下天线 蓝胖子拿出一个火腿肠 最跑腿费奖励了狗子 大雄还一脸懵圈 原来这是能操控动物中枢神经的机器 可大雄的复制伤 感觉像在听天书 蓝胖子只能简编地说 这是动物遥控器 说到动物 鸭胖子竟然首先想到了老妈 装上天线 蓝胖子随手一拨 老妈就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大雄也决定练练手 可大雄能破技术可想而知 直接让老妈承受了这个年纪 不应该承受的痛 老妈一个回头杀 俩熊孩子嗷的一声逃出了家门 但大雄还没玩够 抬头看见了小黑 就想抓来当小白鼠 蓝胖子直接召唤同类 一通 喵喵喵 喵喵喵 硬生生把控制价格砍到了十条小鱼竿 大雄通过操控小黑 感觉这机器也太简单了 都学会让小黑道理行走了 这时 小副路过 哭着控诉 飞机被胖虎给搜刮了 可对方是胖虎 大雄也不敢惹呀 可一听说 飞机可以给自己玩 大雄立马决定 用猫斗虎 只是多给两条小鱼竿 这个买卖不要太划算 蓝胖子还不忘 掏出电视来八卦一下 小黑先是遇到了静香 一句你好 让静香怀疑人生 而后一记虚晃 成功潜入胖虎家中 此时的胖虎正在呼呼大睡 小黑举起飞机 叼起遥控器 就想溜之大吉 谁知胖虎还学会了假妹 拎起大棒 就要送这么可爱的喵星人 去见上帝 反被小黑抓成了大花脸 飞机也被抢回了 看着自己的飞机被取回 小夫心花怒放 小孩也成功拿到了小鱼竿 但大雄却 只心心念念可以白玩飞机 虽然小夫很不情愿 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要出意外了 大飞机变成了飞机渣 前有胖虎 后有小夫 陆木匠送的飞机被玩坏 小夫反手就把大雄给举爆了 虎夫合体 大雄有家难回 这时却有一个救星路过 虎夫二人此时已经赌门了 可大雄有着老师这个金钟照 虎夫二人也只能 哑巴吃黄莲 有苦说不出了 那么小伙伴们 有没有想控制的动物呢 又想让动物做什么呢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别看这顶帽子平平无奇 还有点绿 它却可以让你的想象变为现实 大雄凭借绿帽子不仅成了人生赢家 还在妹子面前狠狠地刷了波存在感 最重要的是 这个道具还是胖虎的克星 活脱脱废柴男主逆袭成龙奥天的高能剧情 大雄是出了名的穷 却偏偏看上了新款飞机玩具 买不起的他只好在房间中玩起了无实物表演 看着小多拉脑袋直线飙大 看着脑残体弱的大雄疯狂飙演技 小多拉在啥也知道这家伙画中有画 于是他拿出了一顶绿帽子 而他可以让脑海中浮现出的东西适当化 缺点就是只有自己能够看到 也算是给大雄的一个安慰奖 小多拉让大雄在脑海中幻想出想要的飞机模型 可惜大雄那平级的想象力 幻想出的东西就像九块九包油的地摊货 小多拉只好拿出一本画册 让大雄尽量照着贵的飞机模型来幻想 闭卷考试便开卷考试 让大雄直接喜提了亮飞机模型中的法拉里 就连涂料味都是香的 为了感谢这头出手比亲妈还阔起的喵心人 大雄随手一挥 就要用幻想出的铜锣烧剑花现火 小多拉筋的说都不会话了 恨不得立马就去打个电话 喂 精神病院吗 请马上安排一个床位斯密达 虽然帽子的功效只能自我满足 但人生最大的乐趣不就是自己自足吗 于是大雄来到空地遛起了模型飞机 只要自己想象力足够棒 飞机想要几台有几台 甚至就连足够在北京买套房的高达 也可以成为自己的队友 只要胳膊甩得足够快 只需区区一拳 就能把外星舰队轰成爆将鸡排 毕竟谁还没个世界和平的愿望呢 好巧不巧 虎夫二人路过空地 恰巧看到大雄在水泥馆上玩蹦地 顿时笑出了两时一听 大雄这次不甘示弱选择正面刚 对 幻境中的正面刚 他幻想出虎夫二人 然后使出高达的霸王色角气 一脚把两人踩成了肉夹模 看着大雄嗨得像个傻子 虎夫二人都觉得他是过气牛奶喝多了 精神出了问题 大雄才不在乎平民发言 他只将秘密分享给了镜香 看着镜香一秒被大雄附体 虎夫二人惊得说都不会话 大雄精神有问题那是铁板钉钉的 如果镜香也跟着乱来那就很有猫腻了 于是两人想到了这顶绿帽子 眼看胖虎抡起铁拳要一锤八十下去 大雄立刻开始脑补各种猛兽 可惜这些都只是直老虎 而小夫一个飞起该帽 成功顺走了大雄的绿帽子 然后迫不及待来到公园就开始幻想 可最新漫画 高级甜点 时髦服饰 这些都是小夫的日常 有钱人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缺点啥 于是他幻想出一条大狗 满足了自己这个猫奴缺少的狗爱 可惜小夫只顾着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完全没注意到悄然靠近的胖虎 帽子就这么被夺走了 拿到帽子的胖虎仿佛得到了古董秘迹 袖子一撸 就在街上开启了白嫖模式 什么童话故事中的甜点物 什么在蛋糕中无限畅游 看得大雄直呼这汉子有点变态 但小多拉却表示问题不大 只要胖虎沉迷于自己的幻想中 就没时间来欺负大雄了 可惜就算胖虎实现了自己自足 还是没能逃过被迫送货的秘密 被老妈拖回家成了打工人 直到夜深人静之时 胖虎才有时间再次开始幻想 而为了一点不浪费帽子 胖虎就连睡觉时都戴着他 可惜胖虎今天做的是个噩梦 只见他在远古时代醒来 好巧不巧眼前还有一条霸王龙在餐前散步 而这个噩梦的功效 直到第二天上学时 还依然持久坚挺